所谓的弱侧手训练 超哥我的左手很烂 弱侧手不会用 不会上篮 不会运球 怎么办 其实你的弱侧手 跟你的主要使用的那个手 都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区别 区别是经验值不同 比如说我是右手 你的经验值可能是50级 但是你这个手用的少 只有两级 很简单就是 一直去用它 一直去练习它 教一下大家这个练习方法 记得收藏关注 把你所有右侧手 会的东西 左侧手全部练一点 包括所有的这些运球 大力的 低的 因为它比较弱 协销性不好 最后记忆不好 需要特意的去加强它 你的主要用的这个手 你每天都在拍球 每天都在用 包括每天都在吃饭 所以它的经验就很高 它协销性也很好 所以你要放弃 主要的这个手的这个依赖 你要去除了训练的时候 去加强所有这些基本功 左手全部练一遍 包括上篮 包括运球 包括行李先突破 全部去练一遍以外 尽量的让你的右手 不要去用它 然后再下面 不合结合到实战中呢 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打游戏当你要练英雄练技能的时候 是不是去虐菜 所以你就降维打击 你现在是钻石级别的球局 就到找 找一个青铜球局 不要用你的主要手去运球 去投篮 强行的 强迫自己 用你的弱射手去运球 去上篮 失误没有关系 因为这是弱的局 你可以防空全场 然后慢慢的找到那个感觉 你的弱射手 自然就会加强 然后再逐渐的到钻石级去 把你的弱射手 一起运用起来 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强 干或听懂 会收藏的加关注 这个建议大家不要学